今天是我們在阿姆斯特蘭最後一天 明天就要搭飛機 然後現在早起現在是九點多 因為我想說最後一天想要去看一下風車 但是有點遠所以還要早點出門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一下車就看到一整片的風車耶 這裡有在做木雞 所以大家都在這裡拍照 這個鞋子有雕花 有溜冰鞋的木雞耶 而且還有這個小提琴的木雞 還有畫腳趾頭 這裡還有保留他們那個製作的機器 大家如果有來這個風車村的話 就是來逛這個木雞博物館 它進來是不用門票 然後裡面買好多紀念品 這也太大了吧 我的手只有這樣 我的手只有這樣 上面都有風車的圖案 啊這好可愛喔 這個荷蘭的芭比娃娃耶 就是有養一些動物 然後有那種死的味道 兩側都有風車 今天天空都陰陰的 如果你是秋冬來的話 你真的一定要帶毛毛 因為這邊風的很大 你頭會很冷 荷蘭也有租腳踏車的店 如果你想騎的話 還是可以 我聽莫莫他們說 買腳踏車很貴 可能一台就要一千歐 就是隨便一台就要三四萬以上這樣 超貴的 這邊很多濃湯店 然後我剛買了一個 銀山瓜湯邊走給河 因為今天真的太冷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裡的腳踏車 超級高耶 就是那個坐墊根本就是在我的胸了 自助點餐的 然後現炒的炒飯跟炒麵 那他這邊有位置可以坐 他還可以外帶 然後我是點中式的炒飯 有點辣 炒烏龍 這炒烏龍看起來好像什麼河粉喔 可是他也有河粉耶 他也有河粉可以選耶 就是你可以自己加料 可是加料比較脆一點 然後加蘑菇 很好吃耶 這個味道很濃耶 很好吃耶 這個味道很濃耶 很好吃耶 我們隨便挑了一間大麻店 然後他也是 我覺得他比較像紀念品店 他有分 Strong 然後 Very Strong Strong 然後 Medium 跟Light 他這邊一個大概都十塊錢 講完 什麼 蛋 公寶雞丁的醬不知道有沒有吃 買現成的煮飯盤 公寶雞丁跟綠咖哩煮好了 這是我們最後一天在阿姆斯特丹吃晚餐 明天一早我們就要去機場了 我們要跟荷蘭說拜拜了 哎呦這個心理箱是不是歪掉了啦 可是他要死掉了啦 我們現在要去機場 然後現在因為荷蘭的機場都很多人 所以我們有收到航空的訊息說 你至少要四小時以前前往機場 所以我們是三點的飛機 我們現在我們八九點就起床 要出門現在十點 我們提前很早還想退睡 但是還好今天好像沒什麼人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去掛行李了 我剛剛有先量一下但是有點超重 有點害怕 老外真的很喜歡用背包 而且他們都不怕背包髒 他們就丟在地上這樣子 我們現在掛完行李了 他其實有點超重 但是他剛剛是算我們兩個加起來六十歲 應該還好 拜拜了 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回台灣 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欸 好像蠻快的 來真的要離開荷蘭根啊 回程我跟陳馨坐在前後座 這台是大飛機 我們現在已經在飛機上等兩個小時 然後很多人都已經站起來閒黃 不知道為什麼不飛不懂 但是感覺什麼了 感覺要找人來修理之類 真的等超級久啦 我真的超傻眼的 我們是三點半的飛機 然後兩點多就已經上飛機 然後到現在已經要六點了 就是飛機都沒有起飛 然後現在就突然說 又延到八點 他要我們全部人下飛機 到杜拜後大概四點半到 然後我們的下一班飛機是四點半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搞不好搭不到 很煩欸 現在就是大家又要下飛機了 他發了一個餐卷 我們現在有幫你買到晚餐 然後已經要七點半了 我們八點有要登機 所以我們現在吃了超級乾 我真的要瘋了 我八點到登機門的時候 他說他換了gate 所以我們現在要跑到另外一個gate 可是超級遠 不知道會不會來不及 因為真的 用跑也跑了 用跑也跑不到 好 我們一路跑過來這邊 已經八點二十了 但是也還沒有登機 現在就是一坨人都困在這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剛剛就說 不飛了 趕快明天晚上七點 真是超級靠北 我們今天提早超級走到機場 就是怕來不及登機 因為他們週到暑假的很多 所以我現在直接吃不曉 幹 欸超誇張 他說就是不飛了 然後改他們明天晚上七點 然後我們行李會到二十 然後他們現在在處理飯店的事情 我們現在找到超級多台灣人 現在結成一團 你有在一天出入境兩次荷蘭過嗎 幹 超荒謬 我們現在在拿行李 又要出境荷蘭了 然後現在現場一堆人在等 航空公司處理飯店 我還說真的要跟荷蘭說拜拜 結果我要入境荷蘭了啦 氣死欸 一下說在二十號拿行李 現在又趕到十八號 真的是要發瘋 現在已經要晚上十點了欸 反正我們剛剛就有問到那個機組人員 他叫我們去住他們飯店 然後說搭計程車什麼都可以報銷 我們現在在機場外面排計程車 剛剛誠心去問然後那個機組人員說 叫我們要去住這間飯店 就是他們有沒有付錢 然後我們現在看很多人在排計程車的時候 手上都有這張紙 而且申訴什麼的真的太複雜 因為網站上面有中文 可是完全看不懂 那我今天還跟謝萱說怎麼辦 我的錢忘記還他 還是我們再來一次歐洲 結果我們今天晚上就馬上入境荷蘭了 真的是來第二次喔 還有一件事好險 就是我的網卡是買到明天 所以我明天還有網路 真的是好險多買一點 所以就覺得一倍不死之虛 我們終於到飯店了 非常莫名其妙的 又突然在荷蘭多 再一天還住了一個新的飯店 就這麼小 然後現在已經半夜12點了 八點多起來 到現在耶 奔波一整天都不知道在幹嘛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耶 可是更扯的是 我們轉機 要多兩天 我玩兩天到家 很誇張耶 真的玩兩天到家 超扯的 我玩兩天到家 我玩兩天到家 做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